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 我是盈盈 今天邀請到華線投股謝文恩分析師 老師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早安 老師 我們台股的 已經連續三個交易日是佔上10800點 對 那麼有沒有機會佔上109萬 甚至上公萬一呢 老師 好的 那麼基本上 如果說看到台北股是這幾天的金金漲 可能大家 我講坦白的 才跟你講說這個行情要上去 有一點看圖說故事 那基本上我們說真的 上一個禮拜的時候 還是有很多人認為說 台北股市出現兩邊的缺口對稱 我希望很多東西大家把它學起來 兩邊的一個所謂缺口對稱 那叫標標準準的導狀反轉向下 而且是架構在複合式的 一個頭肩頂 可是當時 我很清楚跟大家預告 我說主力心太多 而且周先生的紅燈 這東西麻煩大家自己懂得如何去計算 這網路上都可以查到教學的 一個所謂範例 那時候我就斬低階的跟大家預告 我說這一個行情就是要拉高結算 結果果不其然呢 你可以從看到這個行情 從上個禮拜三開始 每天漲每天漲每天漲 對啊 那現在呢 我是覺得來到這一個所謂的節股也 沒關係 我會慢慢的一個所謂解盤 那其實市場 它有一個很機車的一個所謂定律 當大家 對 就好像我記得當時在6月14號 也是台子期要結算之前 台子期結算在6月19號 上一次 那時候大家認為沒有成交量 所以說大家說沒有成交量 有新低量之後 就再毀個新低降 最近你看到晚上很多財經節目 哇 每一個人什麼大師 大師出來說一定會有新低降 結果沒想到 你知道嗎 6月份台子期貨 它的結算是黏在天花板 那是黏在天花板 好 我舉個例子 那時候台子07 它的收盤價在這邊 結果台子06 它的結算價多了將近有40、50點 他硬拉 沒有 他就硬拉 因為大家都在放空 因為你們認為說 稀波阻跌段 那這次大家又認為是倒撞反轉 那我請問大家會不會硬拉 那基本上能不能硬拉的夜水情況 我個人比較傾向於好 我直接給大家講結論 因為我們都是直接講答案 我個人認為 應該禮拜 如果禮拜四禮拜五台北股市不公的話 基本上下一個禮拜 回檔的機會就會非常非常大 因為現在的話 如果說我們單純看外面的夜水變數 當然現在散戶 銀銀你知道嗎 都這樣躺成一片 對啊 沒有人要做 何以後怎麼做 沒有人要做 因為看到股票就啵啵啵啵啵啵啵 一直射飛鏢 等一下 問我股票 我先把檔板講 射飛鏢 我怎麼買 那期貨的做法更有趣 很多人是因為手中沒有多單 看他不順眼就不斷的放空 而形成另外一波的一個所謂空咖空 那我先把這大盤慢慢解完 等於說我買的時候帶小鈔 你不要說老師按鍵沒有準備自卡 我沒有時間 我很忙 目前加權股價指數 他的日關鍵價是落在10825點 馬上大家自己寫起來 那麼週限關鍵價是落在10834 那如果說 我日限 等於說825到834是多頭非常大的 一個所謂防守區 那麼現在的話 其實我說真的 國際的變數還算蠻多 日本韓國那不用管 日本韓國 日本韓國打仗 我們在上上禮拜的一個盤中年限節目 就交代過 台灣相對受惠 那麼其實 現在比較麻煩 就是來自中美的夜水貿易大戰 因為美國賣武器給台灣 最新型的夜水坦克給台灣 那中國不爽 然後中國又不跟美國去買他的稻米 黃豆 甚至那一些農作物 所以說川普又不爽 那到最後會演變成什麼樣的情況 我說真的 真的沒有人知道 現在沒有人在看什麼聯儲局 降不降息 永遠還是圍繞在一個所謂中美的 一個所謂貿易大戰 所以說你就先去觀察 因為我們這個節目是盤中的 所以加權的一個所謂多空 多方的非常大的支撐 都在825到834 那等同於你要先守住 825到834 而且禮拜四禮拜五 他要慢慢的攻 就很容易 不是看到10900 是看到1萬1 看到1萬1 所以說重點是825到834 一定要守住 對 好 換你問股票 老師剛剛有講到日韓貿易戰 那在這次貿易戰之下 有一個受惠股是記憶體 這幾天的漲勢非常驚人 可是今天好像又跌回來了 怎麼辦呢 老師 基本上記憶體這一個所謂的區塊 他是個標標準 剛剛我們主播主持人講得非常好 他是標準的日韓的夜水貿易大戰 那麼我講坦白 如果說以我個人的心中想 日韓的大戰應該不會很長 沒有 這是我想的 可是問題 可是問題看起來 兩個好像都不太讓步 不過在那邊講個題外話 對 態度很硬 那個韓國說他們要制裁日本 好 如果說大家有機會去韓國 我還沒去過韓國 我問大家 至少你從韓劇裡面 你有看到日本車嗎 你要制裁一個國家 我們台灣有資格去制裁日本 因為台灣全都是日本車 韓國加南韓加北韓加起來 好的 南韓北韓 南韓北韓加起來 他們擁有的日本車 還沒比台灣多 搞不好連台灣的20%都還不到 因為他們愛用國貨 對 所以說你韓國你要怎麼樣制裁 台灣制裁車子 車子那個金額高 那制裁起來會嚇死 那你說我根本 你韓國到底要制裁 哦 你制裁Unicolo 好啦 去制裁去 制裁去 這Unicolo這小小小 對 市場太小 價位 我們講價位 Unicolo一天的營業額 全韓加起來 全韓國加起來 搞不好還不到一台Toyota的價格 對 這是差很淡淡 不要講ToyotaNASUS的價格 那所以說基本上 我是覺得 這是目前日本 日本比較硬的疫苗水原因 因為韓國根本沒辦法制裁 所以說變成羅生門 那問題重點 變成羅生門的疫苗水情況之下 難道我們就只能單單的看到圖 再說故事嗎 一樣給大家直接答案哦 那記憶體的疫苗水部分 那當然分成什麼 non flash flash 那我們都知道 最近的外資買超最積極的 就2337的旺宏 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不可能每次講 那今天清楚 你看小超多重要 要不要偷看一下 不要 這是我的秘密 那目前旺宏 他的日線的疫苗水支撐 落在27.85 麻煩寫起來 那等同意如果說呢 假設了明天跌破27.85 那就有一點小麻煩 他就會往下去回測 26.42 可是26.42 如果說來的時候 你不要怕 你手中有的不要亂砍哦 我跟你講的很清楚哦 所以27.85 因為導播開始 再畫圈圈 就這是我們的數 對 時間有限 27.85 還26.42 他是多發貌價 如果等一下26.42 我建議包括空手的 可以稍微下去賭一下 然後停水設個3% 是 謝謝謝老師 今天精采的分析 那想知道更多盤中結石消息 以及選股策略 歡迎加入謝老師的Lineat 那財經記者是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